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周 现在是早上的10点半 我现在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门口这里 四川省人民医院是四川排名第二的医院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去这个医院看病的人多不多 走吧 带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四川省人民医院了 看起来好壮观了 像这样的高楼都是好几栋 里面特别的大 我们现在进去 现在来到门诊大厅 给我的感觉就像世光那种大型商场一样 人来人往的 特别的人 几十个社会称口都排着队 上面还要拿着几条横幅 看得起病放心看病 满意看病就是服伤 甘于奉献 这个医院是四川省排名第二的医院 出了华西医院 然后就是这个医院最好了 难怪看病的人这么多 医院的每个角落 不管是走廊 电梯 还是休息的地方 全都是人山人海的 很多都是从外地过来的 这也是我见过的医院里面 看病人是最多的医院了 从来没看到个这么壮观的场景 大医院就是不一样啊 大家见过这样子了吗 我觉得要来看大病 来这种医院还是比较好 但是看小病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要跑大医院 排个队都是给你排的 而且在大医院也不好做医院 没什么床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在这个四川省排名的人真的是好多 比商场里面还热闹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各地界视线的 大家看完以后又不会很吃惊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